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在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 为什么这些贪官如此猖獗 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卢布林是位于波兰东部的一座古老的大城市 曾为波兰与立陶宛之间最大的贸易中心 今年恰逢波兰立陶宛联盟协议450周年 市政府于8月16日至18日举办纪念活动 波兰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 在市中心最繁华步行街上 开展介绍法轮功的活动 受到广泛关注 很多人震惊于中共惨绝人寰的 对法轮功的迫害 纷纷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 刑事举报书上签名 在给波兰总理 参众两院院长的 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 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说 你们做得好 坚持住 我支持你们 你们这样的活动太必要了 卡西米亚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老人 他说 二十年前的夏季 当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时 我作为一名波兰记者 正好在现场亲眼所见 当我手拿相机拍照时 广场上的警察冲了过来 为保护照片 我赶紧与朋友交换了相机 警察把我带到警局 审问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才脱身 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报道 发表在当年的卢布林市的报纸上 我是法轮功受迫害的最直接的证人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法轮功 看到你们一直没有放弃 一直在坚持真理 非常敬佩你们 我支持法轮功 我相信迫害者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普吉亚斯卡女士也告诉法轮功学员 我快要八十岁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活摘器官这么邪恶的事情 我签字支持你们 我也要学法轮功 愿神会保佑你们 8月19日晚7点41分 荷兰阿姆斯特丹AT5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法轮功的报道 节目拍摄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练功场景 并且采访了现场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的经历 与此同时 电视台也在其网站www.at5.nl上登出了相关文章 8月24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搭起真相点 向民众介绍公法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 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正好这天在伯兰登堡门举办露天音乐会 许多人深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并为反迫害签了名 克里斯蒂娜是一位退休了的女士 了解真相后对学员们说 中共貌似强大内在虚弱 中共的迫害正体现了它的虚弱 暴力的运用体现的恰恰是虚弱和不稳定 8月23日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特伦钦市传播法轮功真相 并举办征签活动 揭露20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 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 8月15日是日本中战日 日本各界举行活动 思考和平与自由的意义 法轮功学员借此向民众表达和平理性的诉求 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当天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九段下车站 摆起真相看板 向民众讲述真相 并征集签名 举报江泽民 在了解到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恶时 人们表示震惊 随即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 超过1800名日本民众和外国游客 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名 8月24日星期六 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 在奥克兰市中心奥提广场 以及皇后大街主要街口讲真相 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了解真相后的人们都十分震惊 纷纷谴责中共践踏人权 漠视生命 詹姆斯·彭斯是奥克兰市中心 一家数码营销公司的老板 他说 我认为真相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8月20日和21日 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的 一年一度迎接新生的文化节和社团招新活动 大部分新生听说法轮大法社团 在学校每周有免费交工的活动 都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表示很想学工 一名在学校工作的顾问 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表示同情 他佩服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反迫害精神 还主动和身边的朋友分享他拿取的资料 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中国女生表示 他以前在香港看过法轮功学员挂的横幅 但是没有仔细了解过 听学员讲解后 他才知道中共极力掩盖的真相 他拿了真相光碟 并表示回去以后一定仔细观看 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一年一度的中秋接会 于8月24日和25日在中国城举行 与往年一样 法轮功学员设立摊位 向民众传播真相 许多华人主动了解真相 当天有140多人三退 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 8月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杜伦大厦 举办集体练功及讲真相活动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北京法轮功学员陈燕 2019年8月23日 被石井山法院冤判4年 被把关押到北京市女子监狱 目前家人正准备上诉 陈燕是北京九中初中部化学老师 2018年12月3日 在街上向路人免费赠送新年挂历 因为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信息 被非法关押在石井山区看守所 江士林是辽宁省庄和市刚毕业的一名大学生 了解法轮大法真相 其实他连法轮功的练功动作都不会 法轮功的书也没看多少 江士林处于对法轮功的好感和热心 用QQ在手机上传递翻墙软件和真相 2016年12月被跟踪迫害 最后被非法判刑7年 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16间区 现在绝食反迫害已20多天 要求释放 山东省资博士资川区法轮功学员刘秀荣被绑架 非法关押一年多 2019年8月1日被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 刘秀荣已上诉 2018年4月17日 资博士资川区国保大队 北国宁等警察绑架刘秀荣 勒索家人2000元钱后 所谓取保候审 2019年4月 北国宁等多个警察多次到刘秀荣 家中骚扰和所谓的问话 5月上旬 刘秀荣被非法起诉到法院 6月20日被资川区法院非法庭审 广东广州市八位法轮功学员 8月16日被非法逮捕 其中王雪珍79岁 林作英80岁 曾嘉庚77岁 梁慧禅77岁 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80多岁 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由公交风局黄沙站派出所 于2019年5月13日非法立案构陷 于7月9日10日实施绑架 据称警察怀疑他们用服务器传播法轮功真相 要找到所谓的源头 下面请听一所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 讲真相摘要 8月22日印度中部纳格普法轮功学员 在菩提博里工业发展合作区的两所不同的学校 组织了法轮功教学活动 早上7点半 吉杰马特学校校长吉尔坎先生 安排了300多名学生 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等候学员们教功 学员们向学校的师生们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大法 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 教授了五套功法 在圣十字修道院学校 150名学生们学练了法轮功功法 校长也与学生们一起学练了功法 校长还同意为其他学生开设法轮功课程 8月10日至8月18日 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法轮功学员们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印度独立日期间的花展 向民众介绍功法 许多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 人们对学功很感兴趣 驻足观赏学员们演示功法 一些人前来询问哪里有练功点 还有一些人买了法轮功书籍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于今年5月 在普埃布拉举办九天班后 又于7月底在首都墨西哥城举办了九天班 参加九天班的新学员观看了 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 并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 他们表示在身心方面获益悲浅 台湾二十多所大专院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2019年8月16日至18日 于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为期三天两夜的 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暑期活动 学子们举行密集的大量学法交流会 交流他们在法轮功修炼中的美好体验 三天两夜的青年学子营中 几乎所有同修都感受到师傅加持 与满满的能量 大法的力量 参与这次活动的同学多数都表示 受益良多 能量满满 感受到法轮大法超长与神奇感受 真实不需此行 加拿大多伦多韩国丰收节 于8月24日25日 在北约克市政厅门前广场举行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 前来咨询和学功的人络绎不绝 一位30岁出头的亚裔男子 走到展位前说 我就想告诉你们 我了解这一切 我非常支持你们 夏季街市 是美国纽约市民一年一度的夏季重要活动 是交通局每年在8月连续三个星期六 开放近7英里的街道 封街供人们进行各种免费活动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政府所在地福利广场教授民众法轮功功法 悠扬的音乐鲜亮的服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有人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功信息 有的人模仿着法轮功学员的动作开始学练 8月25日 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密尔布瑞士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来自美国加州 阿拉斯加 科罗拉多 俄勒冈 纽约 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的法轮功学员 参加了此次盛会 十几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去掉执着 找回真我 在神韵推广中无条件配合 在媒体环境中使修自己 在法上使修 由内而外真正地改变自己 从学做好人开始去除党文化 珍惜时间多救人等等 8月25日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 汇聚在布里斯本森尼班克礼堂 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9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 他们在不同工作行业和大法项目中 如何不断地向内找 修好自己 在大法中升华后 精进救人的修炼体会 与会中西方法轮功学员 聆听法会后 感受到对修好自己 做好三件事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人人称赞的善良女士代理娟被迫害致死 近日遇到一位女士 她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代理娟的 我说看到网上有报道 已经被无锡市610人员迫害致死 她说代理娟是她的同学 代理娟可是个真正的好人 有一天在菜市场 看到一位老年人手里拿了一张100元的假票 老人的手紧张地发抖 代理娟把自己的100元真票 换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老人 并把假票当场撕掉 代理娟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这位妇女说 认识代理娟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好 代理娟原来胃病很严重 练法轮功不久 在单位上班 连男人干的重活她都抢着干 中共的谎言对我们这些知情者不起作用 代理娟原是江苏无锡第一副食品商店员工 因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 被遣返后 曾被非法拘禁在无锡市精神病院7月4个月 2003年3、4月份 曾被关在无锡洗脑班徐州洗脑基地 2003年6月20日 代理娟在告诉世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 被北唐派出所恶警无锡报打 被绑架到北唐区公安分局 恶警们对她持续毒打 不得不一夜送两次医院 连续迫害了三天三夜 恶警们见她真的生命垂危 让家人去公安分局接人 当时年仅40岁的代理娟全身瘫痪 肌肉萎缩 说话也很艰难 手指弯曲不能伸直 于2011年3月28日喊冤离事 这八年中 代理娟女士没有说过几句话 生活一直不会自理 全靠70多岁的母亲照顾 不符合起诉条件 深圳法轮功学员窦军重获自由 2019年8月16日 深圳法轮功学员窦军的所谓案子被撤诉 同日上午 被剥夺近两年自由的窦军 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深圳南山区看守所的大门 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 不起诉决定书上写道 大义 经过几次退征 补充侦查 南山区检察院认为 深圳南山区公安分局认定的窦军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 按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规定 决定对窦军不起诉 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也出示了刑事裁定书 准许南山区检察院撤回该起诉 65岁的窦军 原籍甘肃兰州 于2017年10月7日 被深圳南山公安非法抓捕 同日被抓的7位法轮功学员中 还有杨波、萧颖夫妇 2018年8月9日 杨波、萧颖、窦军被同堂非法庭审 与此同时 窦军被撤诉了 而杨波却遭重判8年 杨波的妻子萧颖则遭冤判2年 杨波75岁的老母亲耿女士 近2年来奔波劳顿于南山看守所 和南山法院等各个公检法机构 为儿子民冤 急出脑血栓来 耿女士拖着病弱之身 还要照顾杨波的幼女 一老一小 不知流了多少泪水 有道是 善恶必报终有时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不但害人而且害己 如果及时醒悟 还有将功抵罪的机会 如果不能及时醒悟 等待自己的 绝不会是光明的结局 辽宁省政法委持续作恶 据明慧网资料统计 2019年上半年 辽宁省至少有16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年龄最大者83岁 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年龄最大者81岁 刑期最长的达7年 被勒索罚金供8万3千元 还有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 自新任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于天敏 2019年初上任后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 2019年5月份 辽宁省绑架法轮功学员44人 是全国绑架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2019年7月份 辽宁省多地警察借口70年大庆维稳 绑架法轮功学员 7月10日的一天内 沈阳市就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 7月22日 辽阳县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 2019年7月份 辽宁省绑架法轮功学员91人 沈阳市有41人 仍排在全国绑架迫害的前列 据辽宁日报消息 2019年4月13日 辽宁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于天敏以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书记身份做报告 于天敏1964年1月生 2004年5月任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副院长 2005年5月任重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 2017年1月调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 中共党组书记 2019年3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恶人恶行 成都青阳区法院李波 枉法重判法轮功学员 作为成都市青阳区法院刑庭的负责人之一 李波仇视法轮功 作为审判长 不知枉判了多少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 仅今年6月12日这天先后开了两庭 非法判法轮功学员易文君八年刑期 勒索罚款一万元 69岁的法轮功学员谭顺璧 被非法判刑八年半 李波 成都市青阳区法院刑庭副庭长 对多个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审判长 1972年9月30日出声 电话187-8028-8033 住址 成都市青阳区光华东三路401号 二栋902号 作为庭长 审判长的李波一再违法 规定这天开庭 不准外人进入法庭旁厅 家属只能进一人 不敢公开透明 停上当事人易文君 用自己修炼大法后的事实 证实法轮大法好 为自己做无罪辩解 李波多次敲锤阻止 不准说下去 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中 也被敲锤阻止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2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作对大法 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学生家长们说 谁来迫害你都别想过我们这一关 大陆来稿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 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2001年秋天 我讲法轮功真相被恶人举报 乡文教部执行教育局的决定 把我调到离家50多里地的偏僻小山村任教 这里只有两个教学班 四个年级全是副市 我教的是24年级班 学生成绩最差 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一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用一周时间走访了学生家长和村干部 向他们了解情况 他们都说孩子们不差 可没有老师认真教 晚上我静下心来想 不管我的工作安排在哪里 我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一定要尽心尽责地把工作做好 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 师父让我来到这里 我就来就这里的有缘人 我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中 把真善忍贯穿在课堂教学中 教导学生们按真善忍做人 为尽快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在征求了学生家长们的意见后 我安排学生们每天上早晚自习 孩子们确实很好 进步都很快 我自费买来本 笔等文具奖励每次测试成绩提高的学生 把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 一切走向了正轨 山区的用水很不方便 必须从山下把水担到村里使用 别的老师都让学生们担水给他们吃 我不但自己担水吃 还给村子里的孤寡老人担水吃 每天我都给学生烧开水 灌满暖瓶 让他们随时都有热水喝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 我骑车刚到家 市610人员和本地派出所恶警们就到我家来了 出事搜查证后开始在我家翻找 结果一无所获 他们强横地把我绑架到看守所 迫害40多天 在看守所里 我接触了不少有缘人 让他们了解了大法真相 知道了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有的人还说出来以后 他们也要学法轮功 从看守所回来第二天 教育局就来电话通知我去上班 我两眼含泪 慈悲伟大的师父啊 您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弟子 我只有精进实修 完成史前大院 绝不辜负您的红恩 到港后 村干部和村民们都来看我 说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我们都很想念你 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第二天在课堂上 学生们看着我 像孩子见到久别的母亲 眼里含着泪水 下课后 学生们团团把我围住 拉着我的手说 你是我们的好老师 我们离不开你 年终第一次同考 我颁学生的成绩大幅度提高 学生家长对我的工作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都夸我是位好老师 第二年开学 学生家长们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 我都一一谢绝了 他们又端着饺子 面条 蔬菜 熟肉等食物送来给我 我也劝说他们拿了回去 村里拉回救济粮 村干部专门把粮食扛到学校给我吃 我说什么也不要 他们说 你不要我们过意不去 你是咱们村考虑的第一户 2002年春天 恶人不断干扰 企图把我带到洗脑班去 学生家长们听说了 跑到学校跟我说 老师你别害怕 一切由我们给你顶着 你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上哪去找 谁来迫害你 都别想过我们这一关 村里的村干部们坐车到乡政府 把我的工作情况和学生家长们的意见反映给乡长和书记 然后对他们说 群众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咱乡里可别弄出什么事端来 如果你们一意孤行 出什么事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结果邪恶迫害的阴谋没有得逞 每年六一前学校都要让高年级的学生们加入少先队成为少先队员 我班学生无一人加入 我不断地给学校师生讲真相 入队这工作在我校慢慢就淡化了 原先入个队的学生们都退了出来 量知醒悟 610头目接法轮功学员回家 大陆来稿 2019年7月的一天 在广东某城市 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市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发资料 在车站附近被一个不明真相的男子发现 抓住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手并打电话举报 另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赶紧走了 大约过了20多分钟 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 强行把老年法轮功学员推上警车 带到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 几个警察翻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袋子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 可能是所长 问老人 你叫什么名 住在哪里 这些真相小册子是从哪来的 老人什么也不说 只说 我是大法弟子 无论警察怎么问 老人什么也不说 警察很气 很凶 打电话找到当地610头目 下午 当地610头目来到派出所 一看是面带和善 多次被迫害的老年法轮功学员 就说 又是你 和你一块来的那个同修呢 你们觉得好 就在家练就行了 我们也不想抓你 然后 610主任对派出所的警察说 我们是以教育为主 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不那么饿了 他们打电话给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儿子说 我们一个小时到你家 一个小时后 几个警察到了老人家 坐了一会儿 叫老人的儿媳妇去把他接回家了 此610头目 一年前 经过当地法轮功学员 到他办公室当面给他讲真相 又给他寄真相信后 他有所醒悟 包括公安局分局局长 警察 多数都认同法轮大法 从警察内部传出一句话 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 现在 这个公安分局基本不主动参与 我是农家妇女 我们农村各家都有果树园 树底下都长满了杂草 秋后都到果树园里放荒 烧杂草 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到果园去 看到杂草又多又高 我就点火烧杂草 火烧起来呼呼三响 一下子就控制不了了 这时我可害怕了 那天是北风 而我家过圆南面有几百棵果树 火烧起来会把别人家的果树都得给烧坏 这可坏了 烧别人家的果树 我不但被罚款 还得坐牢 这时我忽然想起大法的威力 赶紧双手合十喊 师父 地死错了 我不应该像常人那样去点火 请师父救救我吧 我话音刚落 北风马上变成南风 我们果园北面是路 没有草 火烧到道上就灭了 我得救了 还有一次是秋后 我赶毛驴车带孩子到地里去打柴 天黑了 我想装车回家 一看毛驴不见了 没法套车 更不能装车 我老伴出门在外不在家 我叫孩子回家三趟 也没有毛驴的影子 怎么办 天黑了下来 到处找也没有 这时我又想起师父了 我双手合十喊 师父帮帮我吧 一会儿 我家的毛驴在很远处就叫了起来 因为我能听出我家毛驴叫的声音 这样我叫孩子把毛驴拉回来了 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我七十多岁了 村子里的人都说我面相年轻 面色好 我这个年纪按照常人早就老眼昏花了 可我学大法后竟然不老花了 看字清清楚楚 有时字还带颜色 五颜六色 有时书中的字还是立体的 都凸出来 真是说不出的神奇 我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 受益很多很多 吸取教训 不要不徐邦丽的后尘 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 湖北省麻城市实验二小副校长徐邦丽因癌症死亡 撇下妻女而去 2007年 实验二小教师彭靖 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 被麻城市610国保大队教育局绑架到武汉汤讯湖洗脑般迫害 教师程雪开 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 被绑架到麻城市看守所关押 校长戴大明 副校长吴思泉被株连迫害 就地免职 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大会做检讨 其后 徐邦丽被调到麻城实验二小任副校长 先后分管教学和德育工作 设于中共邪党的淫威 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 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 徐邦丽和妻子不听真相 与邪党保持所谓高度一致 积极执行麻城市610 后改称宗治办 防协办和教育局的邪恶指示 迫害大法弟子 灌输谎言 毒害广大学生 家长及教师 犯下了很大的罪业 致使自己在任期内 2018年得了膀胱癌 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去武汉大医院手术治疗 但现代医学终究没能挽救徐邦丽的生命 手术后 癌细胞迅速扩散 她受尽病痛折磨 于2019年初离世 徐邦丽是一个对邪党愚中的典型 在工作中 她尽职尽责 兢兢业业 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下 应该是位好老师 好校长 但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 她不听真相 自觉洗脑 将真相资料扔进垃圾桶 颠倒黑白是非 沦为中共毒害学生的黑手 许邦丽不让练法轮功的优秀教师上讲台 要求各班班主任在教室内张贴麻城市610印发的反邪教挂例 年年给学生发610和教育局印发的所谓安全手册 里面有诽谤大法的内容 在校园内设置诽谤法轮大法的展板等等 这样的工作做得越认真 造业就越深重 像徐邦丽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 基本上每个单位都有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广开言路 兼听则明 了解大法真相 选择美好的未来 法轮大法好呼声回荡在协和医院大厅 大陆来稿 我是因身体不好为了治病 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老伴看在眼里 心里知道是大法使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但他始终没有走进来 2004年的一天 老伴突然感觉身体有点反常 不太舒服 之后到哈伊大 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 检查结果都一样 前列腺癌 当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经常和我发脾气 我就耐心和他讲 只有学大法才会有好的转机 只有真心相信大法好 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 师父才会帮你 在老伴手术前 我与他一起学法 天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一周后做手术 过程很顺利 术后一个月复查 各项指标都比较好 当时老伴的心情非常激动 流出了眼泪 可能是求生的欲望吧 一直 感谢医生 谢谢医生 出来后我对他说 你只感谢医生 你知道吗 是师父看你真心相信大法 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帮你去掉了这么大的病 都是师父为你承受的 这些你是看不到的 你都不感谢师父 老伴随口说 谢谢师父 我说不行 他说 那怎么说 我说 你喊法轮大法好 当时协和医院大厅候诊的人相当多 特别是外地到北京看病的患者特别多 就像大商场一样 他说 行 接着就大声喊 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的呼声 在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大厅回荡 我真的感受到他是发肆内心的呼喊 想必大厅内听到喊声的人 明白真相的人 一定会想到是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为什么这些贪官如此猖獗 8月中旬 曾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一职的新云 被控受贿4.49亿余元人民币 数额之巨大令人震惊 现在至少已有30名落马贪官的贪腐金额超过一元 在中共官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这些为虎作娼 贪赃枉法的恶官 基本上都与江泽民集团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为什么这些贪官如此猖獗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任何一个人从平民升至高官 他在初期并不一定就是个坏人 而是随着权势越来越大 而最终忘乎所以 在左传中曾写到 国家之败 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 宠禄张也 就是说 国家的衰败是从为官的走邪路开始的 官员失去道德 是因为他们认为受到宠信 接受贿赂而理所当然 从1999年开始 中共魁首江泽民 把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作为头等大事 以试图升迁和巨大的经济利益 裹挟了各级官员亲力迫害法轮功 亲自发令 亲自拨款 亲自扶持一线打手 亲自点名众叛 对于转化及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数量 作为考察各级官员的首要指标 中共对外世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考察干部以GDP为准则 实际上 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 是以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 而这一点却因为中共极力掩盖 外界未能普遍认知 也就是说 一把手要为转化法轮功放弃修炼为第一位的任务 完不成要被追查 中共把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在中共体系内层层分解 贯彻 直到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 通过对山东 河北 吉林等迫害最严重的省份的调查发现 政法系统的资金投入的增长率 往往同迫害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同时 当政官员为获得更多的资金额度 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 在经济刺激和行政提拔的鼓励下 各级不法官员更加肆无忌惮 行云任包头市委书记期间 有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行云任内蒙古政法委书记期间 有1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占内蒙古迫害致死总数的25.4% 四分之一还要多 从1999年 江泽民明确给各级官员下达的指令就是 打死白打死 打死算自杀 以至于从派出所的警察到法庭上的法官 直至现在 直至今天 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 对法轮功不讲法律 如果连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人 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 打死 监禁 酷刑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呢 在失去理性的疯狂迫害中 中共的官员也彻底的泯灭了自己的良知 从迫害法轮功 到贪赃枉法 到群体行恶 有血债一起扛 有黑钱一起挣 在中共官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你不和他一起贪 你甚至当不了这个官 星云被抓捕之后 对他是这样描述的 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违规干预司法活动 经济上贪婪诚信 收受巨额礼金 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交易 生活上腐化堕落 大搞权色 钱色交易 其实 这也是整个中共官场的真实状况 无关不贪 成了人尽皆知的现实 行云落马后 引发一系列官员被查或自杀 被查的官员包括呼和浩特公安局副局长杜宝军 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孟建伟 呼和浩特中院院长董炳慧 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赵云辉等 自杀的官员是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 呼和浩特公安局长李志斌 上吊自义 身亡时年51岁 行云曾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前厅长赵黎平搭班 赵黎平已于2015年3月 因涉嫌枪杀情妇被逮捕 2017年5月 赵黎平已故意杀人 受贿 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多项罪被执行死刑 有着一代圣君之称的唐太宗曾告诫陈明 唯主贪 必丧其国 唯臣贪 必亡其身 从行云以及和他一起落马的同僚 实实在在地印证了古圣先贤的教会 从1999年至2019年20年中 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酷刑与迫害 甚至是被活体摘取器官 然而 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学员暴力抗争的事件 就是在和平请愿 理性诉求 他们或许失去了生命 或许失去了自由 或许失去了财富 但他们的心灵 却赢得了任何权势财富都换不来的进化提升 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反本归真 升华得道的丰厚回报 而在20年中 中共全方位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有多少官员 有多少警察 多少年轻的公务员 原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 却在这场灭绝人性的磨变中 失去了理智 没有了道德底线 然而 直至现在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官员 不明真相 还在被江泽民集团利用捆绑 为了那么一点利益 而执行着江氏集团邪恶的指令 看起来暂时得到一些利益 可是无形的危机已经摆在那里 何不幡然悔悟 明辨是非 明智地选择一条利己利人 心安理得的做法 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呢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 实修自己 作者 山东大法弟子雪莲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8月27日 我是720之前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 在20年的修炼中 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 一路走过来 下面是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 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执政 第一部分 帮助邪恶者重新走回修炼路 2017年 我所在区雪发点 有人大面积传播一篇乱法的东西 把师父的正法口诀全改了 另编了一套 叫同修们不要看明慧网 整个晚上打坐 不睡觉 说什么现在要救度的 是另外空间的负面生命 结果很多同修被迷惑地追随去了 看到这个情况 想到正法都走到最后了 亿万年的等待 眼见着许多同修将被毁在里面 我心急如焚 特别是有的学发点 本来同修就不多 若邪恶了 就意味着这个点将不复存在 就意味着救度这一方生命的使命 没人来承担了 我立即找负责人和几位同修商量 如何说服邪恶者 最后定下 由我牵头这项工作 因此是涉及两个区 而我所在区 是市、区、党政两级行政 和两级公检法组织的驻地 也是另外空间邪恶集中的地方 压力大 情况急 我区也设计了一个学法小组的几个人 当天把各个学法小组的负责人召集起来 开了一次法会进行交流 我们绝不能让邪恶再次得逞 一定要找回邪恶者 统一认识后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和几位同修开始了 找回邪恶者的艰难的修炼路 这项工作 一是 线路长 跨了两个区 有的同修还住在山里 下车还要走两三里地 二是人数多 涉及到五十多人 我们先摸底 掌握了这些人的联系电话 然后开始了逐一登门拜访 拜访中 对路途远 交通不便的 我们不吃早饭就上路 有时为了抢在邪恶者出门前赶到 常常出了这家 赶那家 连午饭时间都错过 而邪恶者对我们的态度 却是让人寒心的 有拒绝见面的 有干脆朝我们发火的 还有躲起来不见的 还有直接撵我们走的 还有表面应付 其实心里另有一套的 这些都没动摇我们 找回邪恶者的决心 为了对同修负责 特别是要对得起 师父的慈悲苦度 我们知难而上 对躲起来的 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去找 最多地跑了七八次 直到找到他们为止 对不承认邪恶的 我们始终心平气和地 与他们在法上切磋 帮助他们在法里上悟 那时救势力 也加剧对我身体的迫害 阻碍我救同修 那段时间 我只要一说去找同修 马上头部就像被紧箍咒 紧紧箍住一样 脑子感觉被挤压扁了 思维都非常困难 非常难受 这两个月里我还一直咳 迫害中 我吃不下饭 嗓子老有东西卡着 每天早上都会咳出血来 嗓子嘶哑的话都说不出来 有时当自己觉得很累很累时 也想放弃 但一想到 只要是师父要的 我就一定要做到 再苦 再难 我也要坚持下去 想到我的生命就是师父给的 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就是不承认救世力的安排 师父说 不落下一个同修 我就一个不落下 我求师父加持我 想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 失去一个同修将是多大的损失啊 特别是我们的同修在修炼中 已经做出了那么多正实法的事 闯过了那么多的观 能眼看着同修的修炼前功尽弃吗 我们绝不放弃一个同修 那些日子我天天咳一声说一句 我和其他同修常常和邪悟者交流到很晚 晚上十点多钟回家是常有的事 在做邪悟者工作的同时 我们还和邪悟者抢时间 杜绝乱法者扩张势力 因乱法的也是在拉人的 他们开着车积极私主活动联络同修 扩散他们的邪悟资料 把同修们往邪路上领 我们就提前去各学法小组打招呼 让他们提高警惕 不信邪 不招邪 不上当 不给他们试场 许多受到邪悟资料的同修也做到了 不传 不看 不收 有效杜绝了 邪悟传播的市场 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 有一个区的五十多名邪悟者 绝大部分走回来了 紧接着我和负责人 重新指定了小组协调人 学法小组迅速地恢复了学法 资料点也开始正常运作了 同修们开始重新跟上正法进程 救度众生的各项工作又正常展开了 与此同时 我所在区 新搬了一个刚从邪悟中走回来的独身同修 这个同修病业状态十分严重 精神严重抑郁 心心念念自杀 一位同修直接将他领到我家 当时我们许多同修正在学法 有的同修便指责领人来的同修不注意安全 什么人都往这里领 我则坚信 师父连特务都度 我还顾及什么 我热情接待这个同修增加他的信心 针对他的病业 我组织同修们去他家里发证念 同修们都热情相助 还帮他找了同修作罢 与他吃住在一起 我还为他专设了学法点 让他参加集体学法 使这位同修精神和身体状态越来越好 并很快投入到做三件事中来 身体变化非常大 这位同修后来说 邪悟死路一条 回归大法 重获新生 为了同修能在法上提高认识 我们还组织重新归对的同修 召开了一次交流会 交流中他们反思走过的路 都说看了邪悟的东西后 身体都出现了不正常现象 他们中有肚子疼的 有头疼的 有喘不上气的 还有呼呼悠悠起空感觉等 各种不正常状态 而乱法的人告诉他们说 这是提高层次的表现 按这种不正常状态走下去 是多么危险啊 反省中他们痛哭流涕 深刻认识到所走的弯路 差点被救世里拖走的危险 之后他们全都写出 严正声明 重新走回修炼 在帮助邪悟者的同时 我也承受了一次次的磨炼 其中一个邪悟者 带着常人的狡猾心 此前已经邪悟过一次了 一有风吹草动 就又邪悟 这次又是表面嘻嘻哈哈的什么都硬着 其实心根本没动 口口声声说 跟着师父走 实际另搞一套 一谈师父是怎么讲的 邪悟是怎么做的时 他就胡搅 说什么都一样啊等等 怎么可能一样呢 看他这个样子 那时晚上我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 你可以夺我 骂我 可以谈 可这种狡辩 狡猾 却让我有劲使不出 根本无法与之交流 当时我心里那个怨恨心 急于求成的心 不耐烦的心 不平衡的心 甚至再也不想践踏的心 都出来了 但一想到师父的承受 我就意识到 这些心必须要修去 我求师父帮我清理这些心 我也发正念清除 就这样 在找回邪悟者的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地修自己 在邪悟者们重新走回来后 一天早晨 我在剧烈的咳嗽中 吐出一块桂圆大小 烂肉似的血块 身体一下子轻松起来 我知道我也过了一个关 第二部分 设身处地为同修 接同修住我家 帮助同修过病业关 对我来说是经常的事 同修C过病业关时 肚子疼得死去活来 几天几夜不吃饭 不睡觉 满床乱滚地折腾 我就把同修接来 在我家住着 组织其他同修 连续几天几夜 帮他发正念 并帮他向内找执着心 直到他闯过病业关 同修弟过病业关时 嘴角流口水 一条腿不好使 还经常吊到裤子里 不能自理 因为我白天事多不在家 我就白天搬他到同修家住 晚上再搬到我家 吊到裤子里了 我就帮他洗 我们十几个同修 一起给他发正念 晚上陪他练功 几个同修把他架起来 扶着他练 人多没地方睡 晚上我们就睡在地上 与他在法上交流 学法 让他向内找 彻底否定救世里的安排 求师父加持 这样 十几天 他闯过了病业关 又走入了救度众生的行列 只要有同修过病业关 我就组织同修 一起去发正念 有效窒息的邪恶 加强了同修正念 帮助许多同修 度过了病业关 同修不断向内找的过程 也是不断提高修炼层次的过程 我们形成一个整体 信师信法 共同精进 在这一过程中 我也遇到很多 过心性观的事 有个同修多次过病业关 每次我都组织同修 去帮助发正念 但病业不断有反复 一次同修家属又叫我去帮忙 那时恰好赶上一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开庭 我正组织同修们到现场 近举的一发正念 加持被非法庭审的同修 就没能及时组织人去病业同修那里 结果这个同修家属就不高兴了 对我发火了 说 你们不用来了 听了口气这么重的话 我有点受不了了 心想 过去只要有事一叫就到 现在赶上这么忙 又是这么大的事 就这么一次 你至于火成这样 但我知道 遇到事 必须向内找 我使劲挖自己的心 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 没有设身处地 为同修家属着想的心 同修病也重 身体上 精神上肯定都不好过 我怎么能要求同修家属 对我做到和颜悦色呢 找到这颗心 我就清楚 就这样不断地修自己 自己也不断地提高上来 第三部分 在实修中 过好自己的家庭观 长期以来因忙于大法的是 生活上对自己的孩子 关心太少 在家中我对儿女 一直家长作风 霸道 自我 我还一直都没意识到 只会支持孩子帮我做大法的事 没有体谅孩子的感受 去年我给儿子装修准备结婚的房子 儿子在看着装修 他一再喊我去看看装修的怎么样 我实在腾不出时间 就应付他说 儿子你好好装修 妈给你钱 儿子说 妈 我没有爸爸了 我不是要钱 就是想让你去看看 我才意识到 孩子也是渴望得到母亲关心的 可我实在腾不出时间啊 一天我又让他开车送病业同修回家 孩子常帮我做大法的事 在路上 我又开始指挥他该怎么走路 儿子几天的怨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儿子说 同修是你爹还是你妈 你对他们都好 就对我和我姐不好 我不但不悟 还气得打了他两下 孩子为此积怨于我 事后我认识到 原来我在家中一直没有做到像个修炼人的样 放弃了家庭修炼这个环境 这是多大的漏啊 于是我给儿子道歉 儿子 妈妈不好 对不起 昨天我错了 这时儿子很快消了气说 妈 你干大法事太忙了 我不该和你降嘴 接着又说 妈 大法事好的 就是你没做好 这时我悟到 在孩子的这个问题上 我从未用法来衡量 就觉得孩子是我的 只管听我的话就行了 根本没把孩子们 也当做众生来对待 我给孩子道了歉 这次观看似过去了 实际还是有敷衍的心 一天同事找我有事 我刚要出门 儿子说 妈 我的脚又开始疼了 我立刻不耐烦地说 这都多少年了 叫你学法 叫你学法 你就不听 如果早修炼了 哪有这档子事 随后就跟儿子吵了起来 这时女儿过来了说 妈 你若拿出对同修一半的耐心 对我们 你就算是个好妈了 这几句话 真是敲打得我 惊醒起来 是啊 说到底 我还是习惯把孩子们当指使 简单粗暴地要求他们做这样做那样 就没静下心来和孩子好好交流 看看孩子们没有走入修炼的障碍到底在哪儿 我找到了自己凌驾晚辈之上的心 对孩子要求低的心 觉得孩子只要支持大法 帮做大法事就行 忽略了孩子们修炼机会 想到这儿我非常内疚 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等到我传法的时候 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 就那么多 我一算这个年龄啊 从我传法到现在 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 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 都是神来的 我的这两个孩子 不就是师父说的这帮孩子吗 我彻底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静下心来找自己 我整天忙大法事 忙救人 忙到半夜还在外面发资料 就怕家里人占用我的一点时间 往深挖挖 我做得好 我协调得好 我修炼得好 全是一个我字 为我 可是 孩子难道不是你的众生吗 不是该得法的生命吗 扪心自问 你是真修还是假修 这么多年忽略了孩子 两个孩子迟迟不能走入大法中 都是因为我这个自私的人心在这挡着 孩子在我身上 没看到我修炼后的美好 旧宇宙的理就是为私为我的 天天否定救世力 我这还不是在走救世力的路吗 真正意识到后 圆融好家庭 修去为私为我的心 否定救世力的安排 走师父安排的路 合理安排 合理安排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是我应该好好做起的呀 我开始为孩子分担家务 做饭 不像以前那样当甩手掌柜的了 从修自己做起 我发现在做起大法事来 事半功倍 两个孩子也相继走进大法中来了 我能在大法中 一步步走到今天 全靠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保护 弟子对师父无限感恩之心 无以回报 只能在政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 做得更好 更多的救人 不负师父 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 题目是 修去怕于私 给警察讲真相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8月22日 七八年前 丈夫同修被绑架 我也曾是恶人想抓捕的对象 在躲避的三天里 大量学法后 我决定去派出所要人 当时所长和警察们 听我报了姓名都大吃一惊 他们没有想到 我会主动找上门 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了 准备好的 要对我进行抓捕的证件 我讲了很多大法真相 和自己一家人 这些年所承受的迫害经历 过程中 我看得出 时尔叫嚣 时尔沉思的所长 心底还是存有善念的 后来他问我 可以去你家里一趟吗 我说可以 其实在丈夫被抓捕的前后几天 警察两三次 都没有能够进了我家的门 一次是我在做真相弊 地上都是零钱 两个警察敲门 我答话 但是没有给开 第二次是一群警察 在晚上悄悄把楼道断电 想引诱我开门和闸的时候闯入 被我识破 第三次是丈夫在上班的途中 被一群警察绑架后的三个小时 警察拿着她的一串钥匙 一把一把试开我的家门 我就坐在屋里立掌发正念 家里的很多机器 书籍等等与大法相关的金光闪闪的法器 我都下定决心不转移 就在自己家里放着 此刻所长问我可以去我家否 我就坦然地说可以 他见我竟然同意了 乐了 说都转移了吧 我不答 后来两个警察跟我到了家中 环视了一圈 说我们就不翻了 写到此 只想说感谢师尊保护 那年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 反常地下了大雪 我在子夜发着正念 突然慈悲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不是为了深陷淋雨的丈夫 而是为了那些 我去公检法要人时 接触到的善念尚存 但又不明真相的人 后来丈夫带着在看守所 劝退的一些三退名单 在被非法关押三十多天后 回家了 四年前 肃江 丈夫再次被非法关押 起初我们接到电话 说去派出所聊聊 了解一下肃江的事 到了派出所 被两个警组 多个警察分别限制人身自由 非法询问五六个小时后 警察分别向我们要家门钥匙 去一家里搜查 我们都没有带钥匙 也不配合他们去搜查 其中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 不给钥匙我们一样能进去 我说那是私闯民宅 后来发现多个警察走了 应该是去搜查了 那时突然风雨雷暴 倾盆大雨 我静静地发了一会儿正念 在心里把家中那些 金光闪闪的法器都交给师父了 继而开始平静地 给换来看守我的 实习小警察讲真相 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家了 丈夫又被送进了看守所 我没有发现家里少了什么 客厅的桌子上一摞酒瓶 桌子底下有很多张 同兄们的素姦回纸 还有书柜里面的书等等 只是在暴风雨中 开着窗户的卧室里的床 石头了一半 刚才说的是前言 我想说的是 之后的半个月 我在这期间不断地去攻坚法药人 一个我认为最坏的警察 主管丈夫这件事 因为他要去抄家那天 我们不配合 他就说了对大法不敬的话 所以我最讨厌他 后来听说他给丈夫存了200块钱 所以我要去还给他 开始没有在办公室找到他 后来在派出所大院碰到他 他把头扭一边不看我 我迎上去说 虽然你们抓错了好人 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用自己的钱给我们垫上 我是要还的 他不自然地说 哦 还钱呢 这几天你把手机开着 如果取宝给你打电话 你家里的东西没有给你动吧 你还做书 你还打印钱 你把钱都干这些用了吧 回想那天打印机上有一罗零钱 电脑桌上有一些书皮 家里面比较简洁 他可能感觉我们生活比较简朴 我离开派出所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地上 痛哭不止 是啊 我还觉得人家是恶警 我还做些真相资料 就怕心很重 其实人家根本不管你 是自己做得太不好 做得太不够了 这些还有善念的警察 我要怎么做 才能救了他们呢 我给那个警察发了长长的一条短信 记得有一句是 我虽然比任何人都盼望我孩子的爸爸 能赶快回家 但是只能是无条件释放 因为信仰无罪 起诉江泽民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关机 直到三十天左右 丈夫同修自己敲门回家 感谢师尊保护 之后的这些年还有很多次 不同的警察 以不同的所谓上面安排的任务 要与我们见面 我都选择直面 不再躲避 还有两三次也是现象还生的 两三年前有天下午 我在工作 看到警察的电话 我没有接 但是一边工作 一边在心里计划着 晚上去趟派出所 想着该去见见面了 我把想法跟丈夫说了 她没有说话 但是我看她在准备资料 我们各自在心里发着正念 想着把握好 哪次与他们见面的机会 晚上一家人就去了派出所 谈了两三个小时 晚上十点了 孩子坐着 歪着脑袋睡着了 我们才要离开 警察好像在等待什么 但是又不想让我们离开 临走我们把准备的资料给了她 她一直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大院门外 转天 我在小区里分别碰到两个熟人 都低声告诉我 让我丈夫出去躲躲 说头一天 好几辆警车 还有很多警察 在我家楼下转悠 我笑着告诉他们 我们昨天去过派出所了 请他们放心 并谢谢他们 事后回忆才觉得 昨晚心里还奇怪 怎么晚上派出所那么多警察 包括所长 指导员等等 都没有下班 还有跟我们谈的警察 一直在等的 可能是扣不扣下我们的命令 我想正因为 我之前不知道他们下午 在我家和工作单位周围 布置警察企图绑架 晚上 我们才能只为警察 未来着想地 给他带去资料 这里面没有私 所以化解了这场磨难 再次感恩师尊 去年 有一次接触给了警察 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把他吓坏了 紧张得不行 丈夫平静地跟他说 这是我给你个人的 我补了一句 很多高官都在找这本书 上个月我看了 清华学子的故事视频 感佩地哭着看完 就想着 再跟警察见面 给他看看这些 有了这个想法的隔天 警察打电话说 上面要求必须跟我见面 我一开始心里 又翻出来怕心 转念一想 我不是想给人家 看真相视频吗 这不就来了 在学法 怕心 撕心就没有了 只有坦然面对 自己要抓住 每一次 跟他们见面的机会 这一次 他轻松地 接受了我的礼物 此次陪同的新患的居委会 年轻人也收到了一份礼物 很是惭愧 这么多年了 我刚刚勉强体悟到 师父在 红银三 见善中讲的 众生得救 心见明 警民清醒 势不拦 文中两次提到 金光闪闪的法器的小故事 是我受益于 十多年前听来的 同修的神奇故事 那个故事 一直影响着我 是这么讲的 有一次 几个同修 开一辆面包车 出去发真相资料 有个第一次 出去发真相资料的 老同修被抓了 由于害怕 就说出了 还有几个同行的 同修还有车 最后连人带车 被带到派出所 老同修很自责 跟其他的同修们 说对不起 是他把大家说出来的 同修们都说 不要紧 没事的 有师父呢 大家互相 谁也不埋怨 这个时候 有个同修心里想 我家里那么多资料 万一被抄家 不对 那些都是金光闪闪的 法器 谁也不能动 还有个同修 心里面想 这里就我最年轻 别说是我带着的 刚这样一想 警察一指 他说 这里面就你最年轻 是不是你带着出来发的 他马上心里说 师父 我错了 我不该这样想 他念头一归正 警察像没问过一样 又去说别的了 里面的每个同修 都有向内修 向内找的心理过程 就不赘述了 外面的同修 听到这件事的 都放下手里的事情 尽快赶到派出所 海外同修的电话 也打到了所里面 警察们坐立不安 最后 很多个小时后 610带着人车 和车里的资料 送回了同修家 迫害解体了 不让警察们 对大法弟子犯罪 他们就还有机会 被救度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 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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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